各委員會的趙偉要來進行選舉投票 而國民黨團其實已經在星期天的時候 在花蓮的共識營先達到了共識 他們的共識就是經過表決之後 要禮讓給民眾黨一席的趙偉 這個會授權給黨團三長來做出合作 但是現在傳出他們要讓出的這一席 可能就是財政委員會的趙偉 那麼民眾黨要到財委會的人 就是黃珊珊 所以消息傳出之後 立刻藍營基層炸鍋了 最強蔡農率先發難 林嘉欣他就說了 黃珊珊長期對國民黨是不友善的 為什麼還要禮讓他 如果真的讓給民眾黨 他就退出國民黨 而率先披露可能要讓的是 財委會趙偉這一席的賴士寶 他的服務處跟研究室電話 也都接不完 甚至還有人傳訊息說 報告老師我聽說這個消息 覺得很不滿 那麼賴士寶直呼 這是黨團的決議 因為他過年前就已經簽了推舉 同黨的羅明財來擔任 財委會的趙偉 而且還附上這個推舉書 有圖有真相 表示自己從頭到尾 就沒有要支持黃珊珊 那麼對於反對聲浪一波波 黃珊珊怎麼說 他表示他們會保持最大善意 不管誰當趙偉 相信在野黨會努力讓改革與法案 盡快落實 好那麼到底趙偉是什麼 權力有多大 為什麼搶成這樣 我們帶您來看看 整個立法院有八個常設的委員會 分別為內政外交國防經濟財政交通 教育及文化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 司法及法治 那麼每個委員會人數大概十三到十五個人 而且每個委員會會選兩個趙偉 所以形勢上來說 這個趙偉就像是委員會的主席 那麼他們擁有安排個委員會議程 還有召集委員會會議的權利 所以格外引發關注 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那麼事實上在星期天的這個藍營共識營 雖然說達成了要讓給民眾黨 一個招委的這個共識 但事實上內部還是擺不平 像是青藍的媒體人就炮轟 這國民黨根本就是敗家 而立委葉原資更透露 其實他們閉門投票的時候 有十個人贊成禮讓 但還是有五個人反對 標準小說全部背景 國民黨共識營第二天晚宴 立法院長韓國瑜臺上致辭 同桌立委都轉向舞臺 只有總召復婚旗看都沒看 臉上維持一號表情直視前方 心情不美麗 因為總召閉門投票結果出現雜音 還有人把結果搶先曝光媒體 都讓復婚旗很不滿 儘管為了達成禮讓目標 復婚旗私下請託友好立委 但閉門投票結果懸殊 立委議員制透露目測十人贊成禮讓 五人反對其餘不表態 但禮讓消息溢出 讓萊營支持者炸鍋 青藍媒體人朱凱翔更說重話 怒轟國民黨什麼成績都還沒有 就想敗家 下回不用給國民黨這麼多票 趙偉藍白合成定局傳出司法跟財政委員會成為合作首選 藍委透露只有羅明財在共識營中松口願意讓出財政委員會招委 其他像是馬文鈞等立委都各有堅持不願退讓 LINE有人跟我講說 好像規劃是財政 成為國會第一大黨的國民黨 招委選舉禮讓引爆黨內外雜音 總交復婚旗跟黨中央角力也浮上檯面 三立新聞 呂燕 李正道 樂美君 綜合報導